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 我是在网上读到一首好诗 很喜欢 所以特地过来找 我不知是何时爱上人 也不知何时或何地 我的爱之间 没有复杂 也并不骄傲 我爱你 因为我不知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选择 用你的衣服 谢谢 谢谢 你完成了吗 谢谢 恭喜你 谢谢 不过我还没有告诉嘉诚呢 我打算给他一个惊喜 有什么好大情小怪 我是去出差 跟你没关系 你怎么会知道 你以为 你把邀请函藏起来 他们就不会发电子邮件 到我的邮箱吗 你说 这是命运的安排 你把邀请函藏起来 还是巧合呢 你要去可以做其他航班 为什么非要做这一班 我好后悔告诉你这件事 我现在选择 不相信你 你说你从未来回来 这才是对我开的天大的玩笑 算我求你好不好一走 你下去 这是我最后的愿望 算是对我的成全 如果 这真的是最后的时刻 和你在一起 才是对我的成全 才是对我的成全 这大事 才是对我的成全 这段时间 我想了好多种可以 阻止这班航班起飞的方法 你说 如果我真的跑到机场 告诉他们 这架飞机 这班航班 它会出事情 他们会不会把我当疯子 或者说 当一个不良分子抓起来 是 很有可能他们重新检修了飞机 但是 他们不会取消这班航班 我被抓起来了 你却飞走了 这不是交合 是命运 如果真的是命运 那是最好的安排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你拿着格兰城的资料来找我 那是第二次 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在公司门口 我直呼你的大名益佩 问你还认不认识我 当时张凯 都觉得我就是个疯子 那天 其实就是十年前的今天 我睁开眼睛 就发现自己回到了 回到了大学宿舍 比较多的 就行 对 多几个人 都不认识我 会认识我 我去找你 是因为我要确定 在这架飞机上的所有人 是不是都回到了国区 所以说你是故意的 一直都瞒着我 我以为只要在这个时间点 阻拦你坐上这趟飞机就会没事 但没想到你还是坐在了这个位置上 时间差不多了 时间 答应我 如果飞机平安降落到圣地亚哥 你会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别再去想这十年的事情 因为它已经过去了 未来 是你不知道的时间 你要继续把它火完成 就算在这个休息室里面 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人 你也不会一眼就认出来 我是叶嘉诚的太太 你真的不怕吗 我有点害怕 但 我还有点期待 因为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发生 你害怕吗 会不会后悔 我 要可以拉你的手吧 有万许趋了 我 有万你 有万》 有万优分 可能 有万尊 有万尊 有万、不 有万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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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